一步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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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不想放弃你知道吗 这边好漂亮啊 好喜欢科隆娜好胖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Emma 今天我们又要骑自行车啦 骑自行车上瘾了吗 骑自行车是对身体好我觉得啊 蛮好的 而且这边Kelona有好多这种骑自行车的trail 今天我们要骑的一条trail呢叫 Cato Valley Rail Trail 这是一条非常非常长的trail 不计你骑上几天几夜都没有问题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骑几天几夜 今天我们去的那个7点的话 在Pitch Land 这个地方距离Kelona 车程大概是一小时左右 我们现在就在路上 然后就到会儿 会跟一个朋友碰面 然后会一起在那里骑车 估计就骑个一两个小时吧 我们骑的比较慢 说不定会骑个三个小时 对 反正挺好的 不管骑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只要是骑车就是好大 这个路挺好看的啊 这个什么湖啊 是不是Oakanaga Lake 还是Oakanaga Lake Oakanaga 这道湖石那是太大了 这道路不错诶 还行的 使用行关道吗 我们晚上就要到了 还有8分钟到我们的目的地 今天骑车是起点 刚才我说错了 应该是Penticton 这不是起点啊 那是终点啊 这终点啊 啥 你那终点啊 到时候他会带我们到另外一端 那是起点 那我们就只要骑单程就可以了 不用骑来回 好 我知道了 是这样子的 我们今天安排的行程呢 是单程 不是骑来回 就是说我们先在终点 跟一个朋友碰面 然后我们就是pick up他 然后把他的车放在我们车上 然后带着他一起去骑点 是这个意思吧 哎呀我怎么讲有点复杂 其实不复杂的 我怎么讲这么复杂 不知道我也不能表达清楚 Anyway今天是一个单程的骑车之旅 不需要走回头路 耶 我们已经到了终点了 我还没有骑已经到终点了 小绿是不是太爽了 对 然后已经把我们的车 放在朋友的车上 现在是决定开他的车去 去骑点 对去骑点 然后到时候然后一起骑过来 Anyway 我真的感觉我脑子不够用 这个路线 好了 那我们出发了 我们去骑点 骑车去了 待会见 这边都是酒庄 这也是个小酒庄吧 对 路上全是酒庄 这边走着 先卸车 卸车 怎么感觉叫卸货似的 卸货 自己车都拿下来了 准备要出发啦 学库刚出发了 小绿你快来 来了 这是啥呀 这是个地图 这是个地图 这是什么地图呢 这是什么地图 我最不会看地图 不要看了 你再往前骑吧 走了 不看了 我先走了 反正有手机 不怕 不要紧 Let's go 这话路好宽哦 你显然这天真好 新天不晒 但是有蓝天和白天的 对不对 这个好骑 很平的 很好骑的 不失利啊 你在干嘛 你玩手机啊 不不不 我在谈生意好吗 明天有一个客户 他准备叫我们拍一套房子 这房子有点问题 就是说 他楼下有三个房间 有租客 然后就倒是不能拍 但是我们要做个Virtual Tour 然后他就跟我讲 那这边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再跟他解释 那能不能让租客走开一会呗 他好像是不行吧 我也不知道 不行 我们现在差不多骑了 才五分之一的路上 太高顾自己了 小薇你怎么回事哈 怎么了 你怎么像你几岁哈 怎么嘴边有点 刚才补充了点能量 还留在嘴边 我准备吃个牛炸糖 这个牛炸糖很好吃的 最后广告吧 看看谁回了 因为这个它很软的 软软的就不硬 然后也不是特别甜 我觉得挺好吃的 这个牌子 这哪里买的 我是在那个Superstore 然后它那个International 那个架子那边买的 哦 挺好的吧 不甜哦 很软的 很软的 嗯 马里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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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哈哈哈 你看这个风景很好的 嗯 你基本上这边一路起过来 就基本上 我不能说每家每户对吧 就是基本上有一户人家 就会有一个葡萄园 葡萄园 或者有一个果园 我也不知道什么果树 嗯 然后隔一段路 就会有一个很小的酒章 你看 其实那个也是很小的酒章 挺好的 好了 吃了这个补充能量 补充能量 继续上路 继续上路 还要16公里 走了小伟 是你安排的行程 是安排的 对啊 我们爬也要爬完这个行程 走了 那笔生意谈怎么样了 生意啊 应该没啥问题吧 没啥问题 他还没回我 我就跟他说 不能拍的话 那我到时候就virtual tour 做出来 就没有这三个房间的呗 我问他房子朝哪里的 房子朝东 朝西朝南 光不一样的 要问他的 然后他还没回我 希望这个新客户 可以跟我们合作对吧 每天有一笔生意 好 加油 加油 那我们接着上路吧 垃圾放好 垃圾自己带走 不要乱扔垃圾 对吧 这么好的环境 都要靠每个人好好维护的 好了 可以了小伟 接着上路了 接着上路 Let's go 走了 16公里 我来了 谁怕谁 我来了 谁怕谁 你看蒲公英 它已经涌了 本来还想等两个礼拜 就有蒲公英可以吹 没想到 现在路边就有一个球 球 我要准备吹它 是没休息一下 像骑不动了 我已经骑了8公里 是吧 一共20公里 一共20公里 我实在太弱了 从那边骑过来 一路上坡 小伟 你选的这条路真好 一路上坡 我没想到 怎么会是上坡呢 一点下坡都没有 哎呦 哎呦 然后觉得自己应该很强的 没想到自己这么弱 我要吹这个蒲公英了 感觉上坡 有点吃力 有点吃力 但是我不想放弃 你知道吗 嗯 已经接近10公里 接近一半了 我真的不想放弃 嗯 今天还有好风景呢 其实我骑得太慢了 慢慢骑 太阳下坂 还有两三个小时 真的 我觉得坚持一下 就能到终点了呀 是啊 坚持一下 你就看看前面的路 什么样子了呀 嗯 我想骑下去的 嗯 虽然你选的路都是上坡 上坡 对 对啊 你再往上骑大哥 没想起 我就没有想说 我下坡那种很爽的感觉 你知道吗 它看个别的 但这个风景挺好的呀 对吧 虽然我起雷的喘 嗯 嗯 但是喘一下 看一下旁边的品色 感觉还是很好看的 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地图还是蛮清楚的 对吧 嗯 我们写的trail是 cattle valley real trail 然后 这是红色的 全部都是这个trail 好强啊 你不感觉 骑个一个礼拜都可以吧 嗯 我们今天只骑了 其中一部分 我们车停在这里左右 这边Pantecton嘛 嗯 然后一直往上往上往上去 目前呢 我们是在这儿 You are here Narametta 这里 我们已经骑了十多公里了 我们的终点是在这里 Glanford 我们把车停在这儿了 嗯 对吧 刚才就是说一开始 我到的终点就在这儿 我们从起点 呃 Pantecton这边的起点 到这里的话 它上面地图上标的是 1.9的坡度 嗯 就一直是上坡 所以大家如果想骑这条trail的话 我们比较推荐你从Glanford这边 作为起点 而不是像我们这样作为终点 那你这样从Glanford这边 一直往下骑往下骑骑骑骑骑骑骑 骑到这里 Pantecton 其实风景真的是蛮好看的 然后一直沿湖骑的嘛 也有山林也有小道 对 这是个下坡 对这样骑就好啊 是个下坡 嗯不费劲 对大家如果要骑 一定要从这里骑哦 这里记住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起点是这儿 Glanford这边骑 比较像我们这样子啊 我们全程都是在爬坡 我一定要挑战自己 我真的不想放弃 我一定会继续骑骑到Glanford 加油 对本来我们的朋友跟我们说 我们可以偷懒骑个10公里 对吧 然后再返回去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 也是骑到20公里 但是其中的最后的10公里 是下坡的 嗯 但是 至少我们的中顶就在这里了 我就想把它这个行程走完 所以我会努力的 大家的体能都很好 除了我 嗯没有 我有点拖后腿 嗯 但是大家都很耐心的等等我呢 嗯 我就多休息一会儿 然后待会再往前 嗯 Glanford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个 它地上没一标 有个little tunnel 就是有个 可能在这边吧 对有个隧道 我觉得很好看的 嗯 就挺挺特别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个 它是rail嘛 就是铁路的嘛 以前是一条铁路 它改建成了一个trail 嗯 太棒了 也很感谢我们有一个小伙伴的推荐 他推 他说Try Cato Valley Rail Trail in Summer 但是我们今天就来来试了 因为差不多已经summer了吧 你看我已经穿短袖了 嗯 是不是 是 那就是好 5月初就已经是summer了 嗯 太厉害了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休息会儿 对休息会儿 然后加油 我一定要到终点 我立了一个flag 我今天一定要骑到终点 Glanford Glanford 嗯 好 哎呦 你看吃啥呀 Nuts 就是Costco买的 给你吃一个 这个腰果很香的 我们吃 嗯 我们还要开心果 它是这个 我很喜欢吃这个 对啥呀 嗯 就是一种小零食 是豆制品的 我喜欢吃一种豆腐干类的 给我们看看 嗯 小鲜肉 小鲜肉是不是肉啊 不是肉 是豆制品呀 它是一个烧烤味道 对我就喜欢吃这种零食 我喜欢吃咸的零食 哎呀 嗯 好吃 就是这个有一点点辣 但是也不是那种超辣 嗯 很好吃 稍微给你来一口 嗯 嗯 好香啊 嗯 是不是啊 改天在吃肉 最后一口留给你啊 行点吃吧 还有差不多一半的露娜 啊 不是一半超过的吗 差不多一半 那你走吧 走 走 这太好看了吧 是啊 改天这个跟安大瑞骑车不一样啊 这个在这里骑车在山林中 但是你又可以看到很晚的风景 嗯 对吧 哎呦好喜欢克隆娜 好胖胖啊 哈哈 其实你看有个河岸这样子 往前对不对 我们到了little tunnel 什么是little tunnel啊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小隧道 嗯 以前火车就从这个山里面经过的 嗯 这个小小隧道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目的地 然后已经骑了15公里 距离我们最后的目的地 Glamford是还有5公里 最后的5公里 是不是 小薇我是不是挺厉害的 所以啊 今天下期了15公里 对没有让你失望吧 没有挺好的 龟宿齐行 但是还是到达了对吧 嗯 乌龟也可以到达终点 是不是 对面的风景 感觉是另外一种感觉 走我们往前走 好的 往前走 谢谢你帮我扛书包 没事不中 谢谢你小薇 我要迟到这个小巿的对面去 对我们走 隧道这样是吧 发现这边好看多了吧 这边好漂亮哦 刚才骑的那些15公里上坡 都是浮云 这是值得的吧 嗯 就跟爬山一样的 你坚持爬到山顶了 你才可以就是俯瞰整个山下的风景 对不对 嗯 我坚持到了这个little tunnel 才能看到这样的景色 刚才骑过来的那一感觉对吧 嗯 超级好 有没有觉得 是啊 好漂亮哦 七阳七下还没有下山 我觉得可爱的阳光 正午的时候 晒在身上很烫的热辣辣对吧 对 然后现在这个太阳的话 晒在身上是温暖的 暖和的 就是很舒适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太值得了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要坚持下去 坚持下去 对 你坚持到最后你就会有惊喜了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阳光散在脸上很温暖 休息好了 要跟这个小隧道说再见啦 觉得我还会再来的 现在我要去我的终点站 终点站还有五公里 最后五公里 五公里不到 加油 不到了 好 我可以的 好走吧 终点到了 看我的空了 到了到了 终于到了 我起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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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差不多了 今天我们骑了多少时间啊 我们一共骑了将近二十多公里 大概二十三 左右吧 二十三公里左右 然后骑了六个小时 从下午两点钟骑到现在八点钟 太阳已经 太阳已经下山了 下山了 所以很谢谢你小文 你一直鼓励我 鼓励我坚持下去 还帮我刚才背负包 减重 减负 坚持有收获的 坚持 那里头烫得很好看 那边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好我回家了 下次再见了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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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